我會愛你一輩子 還是下一輩子 Christy 在北京婚禮 和老公張倫石說愛的宣言 好 sweet 呀 兩次失敗婚姻 都沒有客栽46歲的Christy追求真愛 去年在內地真人秀 遇到42年的內地演員張倫石 曾入北京結婚 Christy 之前兩次結婚都沒有打擾 這次出嫁當然要依足傳統 說覺得好幸福 因為老公給了個夢想婚禮 和想要的婚紗她 夢想婚禮就是什麼 就是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Darling it's better Down where it's better Under the sea 主題這麼特別 那些婚客多麼開心 她懂婚禮豪寫過千萬 婚紗都幾百萬 最重要的是 我找到了最好的朋友 Yeah You're my best friend 你把我的生活 我的認識 我的意見都完整了 所以 我會愛你一輩子 下一輩子 但是呢 我有個要求 我想告訴你 下一輩子能不能早點娶我 哈哈哈哈 輪到張倫錫說愛的宣言 加油 我覺得 我可能 還有些年輕 還有些不夠強大 也許我沒有國王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我會有騎士的精神 我一定會守護 守護這個家庭 到最後盡我所有 我發生 好了 好感動 搞到Christy感觸了幾次 老婆 希望你們會收錢多很多寶寶 我希望爸爸會照顧我們 讓我們可以一家一人 但現場播出Christy女女 祝福媽媽和新人爸爸生BB 張倫錫在微博 還說李菲兒擺滿月酒的時候 一定要到 另外 街頭以為Christy又有了 但Christy好幼何國正 已經代為否認了 不過昨天問到一對新人生BB計劃 張倫錫都說隨緣了